日月中台北南港有多处工地的电缆线 遭人偷走损失价值近百万元 警方获报展开追查 发现这位流姓主贤很小华 犯前他会在住家附近 特别是锁定同款的车辆 偷取车牌来更换 行舰完之后再回基隆换回原车牌 想借此躲避警方的追寄 警方持续抽丝剥解 成功在他的住家逮到了嫌犯 凌晨时间工地现场却出现 三名戴着手套的黑衣男子 一群人在这里像逛大街一样 四处走动左右张望 原来他们是要锁定好目标 就准备下手行窃 没过多久这群人就把偷来的东西 赶紧依序搬上车后 准备迅速离开现场 时间推回犯案前三小时 嫌犯开着银色休旅车 先到超商购买变装又得鸭舌帽 再开着同一辆车前往工地现场犯案 警方以车追人 却发现嫌犯相当狡猾 嫌犯多次来到工地里头 就是为了偷取电缆线 而犯案之后呢 他们会立刻上车逃逸 不过为了躲避警方追弃 他们甚至在车牌上动了手脚 刘信主贤千里迢迢 从基隆开车到台北南港的工地行窃 而他事前就先在基隆地区 锁定好同款车辆 偷取车牌做更换 从南港犯案完后 回到基隆又立刻换回原车牌 借着换车牌以假乱真 试图躲避追查 以此手法在各处工地连续下手近切 警方扩大街市追查 在基隆地区锁定好嫌犯身份 立刻持鞠票前往追弃 成功逮到嫌犯 自留闲住处进行居体搜索 并于翻案车辆内 起货翻案工具 随身衣物中收得安非他命数包 嫌犯以为神不知鬼 不觉对掉车牌就能躲过追气 但自以为天衣无缝的计划 还是被警方试破 最终狼狈落网 既有林文万家为台北采访报导